本周重点提要 全台城市青年聚集 回应兴起拿西尔世代 QTV好家庭前进日本 东京牧者回响热烈 复活节期台湾教会动起来 齐聚领受活泼的盼望 基督徒面对清明祭祖 追根溯源爱上帝 平安欢迎收看好消息 国度遥望 我是陈凯丽 21天为国禁食祷告过后 各个城市的青年世代 纷纷回应拿西尔 过圣洁生活的呼召 3月30号在离山耶稣堂 首次举办的复活节敬拜之夜 泰亚族的年轻孩子 穿着竹服宣告 自己要成为拿西尔世代 同时日月谈的耶稣堂 也有普里地区跨教会的 联合复活节崇拜 牧者在会中邀请 熟悉短宣队出列 为青年学子祝福祷告 另外带您来看到 桃园青年牧者联盟的 联合祷告聚会 也眺望年轻人 尾声教会参与宣教 刚结束的21天为国进食祷告 带下兴起拿西尔儿女的感动 在桃园青年牧者们的合一祷告中 30间教会的年轻人走到台前 立志要在这个世代分别为圣 回应成为拿西尔人的呼召 那些人就是那个愿意在生命当中 运活出那个属神的圣洁之人 这是一个立约 你要跟神祷告 主啊 未来我会面对到许多的挑战 和诱惑 还有试探 求主你帮助我 让我回到我与你立约的地方 再一次遇见你 桃园的年轻人 再一次把自己献给你 主啊我们宣告 接下来未来十年 每一年都有更多的年轻人 要回应你的呼召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拆全我们 拿西尔人 一起 希望他们真的能够 都是继续走在神 给他们的预备的道路上面 然后都是能装备自己 然后合乎主使用 然后就真的可以成为 这个世代拿西尔人 然后在他们的职场上面 未来的职场 跟他们的校园里面 都可以做光作严 适逢青年节与复活节 淘青蒙3月30日祷告会见证 今年来因着连结合一 带来许多祝福 包括在桃园各校园 兴起祷告运动 今年与近年会合作 兴起200支短圈队 年轻人因着经历耶稣 付了大能 可以去祝福列国 今年牧者更感恩 在桃园有着三代合一 祷告的祝福 那个复兴的恩高 现在正充满着我们 充满着我们每一个年轻人 祈求祢让我在祢里面死去 让我的骄傲死去 让我的羞愧死去 让我的破碎死去 主 可是我向祢要祷告 说主 我要在祢里面活过来 耶稣基督复活了 所以我们要去做宣教 台湾真的可以成为 列国的祝福 上一代的牧者的祷告连结 然后影响了我们这一代 那也在我们这一代当中 也让我们活出下一代的榜样 那我觉得让我们的这个城市 能够三代一起 在这个祷告的世上 我觉得是神给教会 给桃园很大的祝福 在合一中 桃园仲教会的青年复兴行动ING 5月4日也将举办青年美好城市节 征召两千位年轻人一起为国家城市守望 成为热情活力 分享祝福的拿希尔青年 以上是QTV新闻中心桃园采访报导 感谢上帝的带领 看见桃园仲教会两代牧者同行 用宣教的行动来回应呼召 我们也专访青年牧者 对二十一天进式祷告运动的领受 我感觉这次青年兴起祷告 其实是回应了很多父母 属灵父母一直为下一代的祷告 我们好像在祷告当中生出了 这一个要跟随神 要立志 要做拿希尔世代的下一代 那这样子我们相信 这样的回应不是突然间发生的 是一直我们在为这个时刻 在代祷而发生 如果在现场参加 我感觉我在一个历史性的一刻 我可以感觉到说 哇 那个爆破 那个激烈 那个投入的程度 连我自己本来都好像有点 以老卖老想说在hold back还是守望 就发现我自己都想要投入 在所有的代道 我就觉得好像台湾那个命定 这时候生出来 我感受到的是上帝真的 要把我们上下不同的代 混合成为一个世代 然后一起都来跟随神 看到这几年上帝就 透过父老的遮盖 上一代的城权 真的很多的城市就兴起了不同的网络 那我们就是继续的点火 继续的在当中期盼 有更多的教会能够投入 能够加入在合一祷告的行列里 我们也是连结跨中派下一代的教会 我们今年有215支的短宣队 那有88支海外的团队 所以我们看到 不止我们这些做牧者的 可以开始在不同的国家中可以做连结 我们的下一代也因为宣教成为福音的大使 去到不同的国家 那我觉得这也是上一代的心啊 台湾要成为合一的国家 台湾要成为祷告的国家 台湾也要成为宣教的国家 神给台湾的命定 就是要来祝福列国 不止台湾的RPG复兴祷告运动 祝福了日本北美的华人教会 Good TV好家庭事工也提供丰富的教材和资源 在上个礼拜前往Good TV Japan举办分享会 当地的华人教会会响非常热烈 Good TV好家庭分享会 3月22日前进日本 这是由Good TV Japan首度邀约东京地区 时间跨中派华人教会 机构牧者的暖心聚会 座谈间在日本长期耕耘的牧者们 纷纷对Good TV好家庭数位资源平台 多元丰富的内容 线上感恩 挥奖热烈 好多家庭事工是储物中教会的 中教会用这个资源自新 我们相当于一个中央的厨房 Good TV好家庭网站 集结所有家庭资源 系统化建立家庭事工 包括各领域专业老师 录制的主题短片 搭配小组教材 帮助信徒造旧及传福音 华人基督徒在这边 还是比较年轻的一代比较多 而且有家庭 有小孩的家庭特别多 在帮助他们 就是如何建立一个家庭 怎么建立亲子关系 夫妻关系 这样的内容是非常好的 比较有系统化 在日本其实比较少这种 所谓的亲子的 这个学习的机会 那特别我们当中 有一些是华人的话 更少有这样的机会 对他们来到当中 他们就 只要在亲子教育上 他们有需要的 他们都可以 同时Good TV好家庭 侍奉中心与Good TV Japan 也举办婚姻讲座 期间有多对日本教会 夫妻党首次参加 课程后也敞开 分享见证 这次好家庭课程 所带来的回响 超乎主办方预期 我们非常的感恩 好家庭终于 再来到了日本 我们在跟牧者们的 分享会当中 我们可以看通 这些牧者们 他们非常的激动 他们都马上说 我们都愿意要加入 这伙伴教会 因为这个确确实实的 能够帮助到牧者 因为在日本的情况下 教会都很小 但是没有那么多的家庭的 属灵的资源 能够帮助到我们 这些弟兄姐妹们的 属灵的需要 但是非常高兴 好家庭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根据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中央厨房 所为不同的族群 能够来服务 目前有662间伙伴教会 加入建造家庭的行列 其中包括96间 海外华人教会 另外家庭关怀同工 线上培训课程也已经上线 期盼装备更多牧养家庭的工人 成为教会与社区的祝福 以上是国TVJapan采访报道 亚太儿童少年领袖 培训发展协会 看重圣经真理中 牧养孩童的重要性 因此从2005年开始 跨越了宗派和国籍 在台湾和马来西亚两地 举办亚太儿少领袖特会 建立资源共享的平台 陪伴海外华裔儿童成长 相信世世代代用爱传承 让教会成为 累贷同行连结的场域 亚太儿少领袖特会 今年即将迈入第40届 不仅在特会中 透过专题适合圣经学习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引导他们将圣经 应用在生活当中 也帮助父母和老师 改变家庭和主日学教育的策略 让孩子可以保持连贯性 并富有创造力的学习 马来西亚的牧者 各前来取经 希望可以帮助当地教会 在牧养上有更多的突破 我自己牧养的教会 我今天在那个教会 已经第26年 那我就会看到 如果有参加亚太的 他们的生命 它就是有很不同 比如说 你不需要逼他要读圣经 他自己会读圣经 他就有比较规律的生活 我们所谓的这个 孩童的这个 整个培育的过程当中呢 那我们关键的其实呢 是父母亲 那我们是 虽然这个整个亚太呢 我们不单的孩子来 我们大人也来 老师也来 主义学老师也来 他的父母亲 我们也邀请他来 所以我们同时间 教导孩子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父母亲 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他应该是 第一个主义学老师 那我们就 给一些的资源 给一些的陪伴 把一些正确的圣经教导 教导父母亲 也同时间 教导孩子 以致我们有共同的看见 共同的方向 Bible Petroleum 这个engagement 怎么样让孩子可以投入 因为他本身就是 这个学习者 找到目标的人 那我们的核心 就是圣经 但是孩子要去探索是 这一段的整个叙述 跟我的生活如何连结 所以这个专题的学习里面 它需要引进的 有很全备的 我应该说 要专业的教育的理论 做基础 过去我们比较习惯的 就是给孩子 来到了我们的群体里面 给一个故事 给一个情境 可是以现在孩子 学习的方式 他的区块认知 跟他整全的去探索 我们很难说 我只讲一个故事 专题的学习里面 需要有一群 可以共学的老师 这个群体很重要 如果我们本身 对于孩子的学习 我们都不能成为一个团队 太过自我本位的话 是不可能引导 再来就是教学 实践的动线 这个动线是非常活泼的 孩子可以透过体验 所以这里面我们所融合的 不但是混成 就是不会再因为环境受限制 也不会再因为人数受限制 因为这个专题的学习 你最少一个对一个 你都可以带出来 但是我们这当中里面还需要 爸爸妈妈 因为爸爸妈妈就是他们的 peer mental 是协力同行的 那我们还需要他们的同侪 因为这群孩子的创意 这些孩子们得着圣经的真理 以至于回馈反映出来 找到的问题 有时候比大人还准确 所以这个专题的学习里面 我们就发现 那这当中好像需要有专业的 对专业的教学 需要有一个应用 那就回到我们所在的环境 它可以就地取材 它不受限制 而且越没有支援的地方 你越能发展出 专题式的教育学习 亚太儿少领袖特会 接下来也将前往马来西亚举办 相信专题式的圣经学习方式 可以成为华人教会的祝福 接下来要带您来看 桃园区静信会 首次举办的 复活节联合崇拜 并且精心安排了 户外的百人敬礼 带领弟兄姐妹 欢迎耶稣死而复活 所带来的喜乐跟盼望 耶稣复活了 静信会桃园区 七间教会 上千位大人小孩 三月三十一日 在中原大学 首次举办复活节联合崇拜 众人用诗歌敬拜 跳舞及祷告欢庆 并领圣餐 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 同复活 领受复活的大能 我要宣告 复活的大能 要在我的生命里面彰显 要在我的生命里面彰显 在我的家中彰显 我们这几年开始连结 开始彼此相爱 开始互相的支持 我觉得看到整个敬会 就开始活过来 好像我觉得大家回到 那个静信会 那个起初的呼召 也回到起初的爱 跨越七十年的台湾静信会 回应起初宣教的呼召 透过纪念会 教会 神学院 及拆会四股神 两百六十多间敬会 合一祷告宣教 今年就有六十间敬会 参与两百一十五支 国内外短宣队 要来祝福列国 他们看到台湾的合一 他们也期待宣教的工作 要合一合作起来 所以下个月在巴厘岛 全球美男的这些领袖 都会聚集 他们要谈的是台湾的合一 复兴以前一定有合一连结 所以我们想尽办法 把台湾的静信会合一起来 连结起来 包括这一次的千人敬礼 感谢主 有一百多间的静信会响应 一共有八百四十三人 报名受禁 当我们合一 当我们整合在一起 我们就会有影响力 近联会推动 一年有千人受禁 桃圆复活节联合崇拜 就有三十人 在户外检疫游泳池受禁 还有第一次参加布道会的赖玉民 受圣灵感动受喜归主 今天听到了一些布道 他讲的就是 都是印证在我自己的身上 我所遇到的困难这样子 后来还是有一个声音在我心里 就说今天就是今天 就是在今天不要再等了 静会大复兴 静会一家亲 那在这样的口号之下 其实我们各个静信会就开始连结 彼此拆毁那中间隔断的墙 然后我们一起的RPG 然后我们开始有一些连结跟活动 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 教会合一同行 圣灵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神的教会 台湾静信会祷告宣教同行 朝静会大复兴大步迈进 有上次GooTV新闻中心 桃园采访报导 除了静信会在复活节 全台千人受敬的行动 台湾众教会也都举办了 欢迎耶稣复活的庆典 带您一起来看 今年的复活节从北到南 各地教会用不同的方式 来思想复活节的意涵 那我们看到了新竹众教会 今年也特别有创新 和医院还有百货来合作 举办捐血的活动 要来纪念耶稣复活与受难的时刻 那已经连续28年 举办新竹区复活节的联合崇拜 今年新竹市长 县府秘书长也到场一起唱诗歌 大会也特别感谢新竹县府 一直以来对复活节联合崇拜的支持 那当天更是邀请到了天韵和唱团 带来彭蒙会宣教式的音乐剧 《音爱启程》 高龄97岁的彭老师也现身最小喇叭 更勉励会众一定要拿到天国的护照 我盼忙以后我们到天上的时候 每一个人 今天来的人 每一个人要去 但是你要先把你的护照 要变好 不要到机场讲 我的护照还没有弄好 你要先把你的护照弄好 我来到机场 好 你可以去 所以你必须要记得 今天 而是你还没有的话 你今天可以报名 你可以说 将来我也是有人天堂 因为天上是永永远远的 我的父母也在那里 我的五位兄弟和两位姊妹都在那里 你们以后我帮忙也会在那里 台北国际复活节公益路跑已经连续举办了九年 不过今年天空不作美 于是忽大忽小 但现场参加的民众依旧有三千人 代言人何荣大雨中也是跟着一起跑 跑完后还悟出了不同的感想 其实我就感谢主 因为其实就让我想到 其实我们人生当中也是 不可能每次都是天气晴朗的 然后一定会遇到那种风雨交加的时候 可是当我们一跑出去的时候 大雨滂沱 可是跑到一半的时候就发现雨变小了 现在回来的时候雨越来越小了 这很像我们人生嘛 其实马拉松就可以体验到很多人生的感触 甚至跟信仰也有关 你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就对了 接着来到了台中大甲 西海岸的宗教会非常的特别 在大安港马祖文化区 跑来庆祝复活节 当天就有一千多人 就在很接地气的红白色调 与同一起敬拜赞美 那在传统信仰鼎顺的环境 当天受洗的人数也有十多位 而且有一部分的比例是现场被感动觉知的 让他们看到西海岸不是只有妈祖 是焦点 西海岸还有很多上帝所创造的美好的环境 还有人 还有神给人的很多的创意 创生在这个土地上面 在丹宁看到台北南港众教会联合复活聚会 市长蒋万安感谢众教会平时对于弱势的关怀 台东的联导会 南高雄地区二十多间的教会机构也都联合在清晨举办了朝阳礼拜 他们从创建教会的马接博士到后续会有列出了签名名册 带领会众一起来追念他们 在末日的时候 耶稣基督的复活 把这些亲人历代的圣徒也一起的回来 来见证上帝的荣耀 所以我们透过追思一方面相信复活的基督 二方面我们也圣中追愿来纪念我们的列祖列宗 那每年的复活节日期其实都不固定 直到西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才形成共事 将复活节定在每年春分满月后的第一个周日 普遍都是落在3月22号到4月25号的其中一个周日 那教会界每一年都希望可以透过受难主日联合复活崇拜 让民众更加的明白 复活节是基督徒纪念耶稣基督被出卖 和定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十里复活的节日 那好的那今天就是以上复活节的纵整报道 新明扫墓时节是许多华人基督徒面对祭祖议题的时刻 尤其在客家族群文化相当看重家族祭祖 我们访问了两位深耕客家地区的牧者 听听他们身为客家子弟如何面对客家祭祖的文化 因为客家它原本是被赶到山上 就以前来说是到山上去居住 所以他们是过着聚落农耕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还有族群的融合的这个部分 所以造就了我们就会很有那样的凝聚力 所以我们各个地方都有很多的宗祠 还有艺民庙 其实这些都是成为是客家人当中的一个 凝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向心力 所以这里就会影响到祭祖的这部分就是追根溯源的这个部分 他就会非常非常的在意 客家饮水师园这个像我家族的这个堂哥 他就每一年都会带我们皇家的亲族到大陆去寻根 对客家来说这个族谱的观念 这个禁族的观念 就是一直根深蒂固的在我们的孩子 下一代一代接一代的身上 像我的母亲 像我的岳母 她也是他们我们在苦口的家里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中性的一个牌位 那这样的一个神主牌之类的蛮大的 那他们就会有一个事情是像我阿婆 他就是他想80多岁的时候想信耶稣 可是呢因为传统的部分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祖宗因为他们是长孙 所以他必须要守着这一个牌位 根深蒂固的文化牧师也分享了 祭祖也成为了当地传福音的难题 把布拿香祭拜祖先渐渐与不孝 画上了等号的传统社会 这样的迷思其实是误解 像马街来到的时候 他传福音讲十诫的时候 讲不能够拜偶像的时候 跟天主教的文化 这些抵触的时候 他们就在讲基督徒 你布拿香不拜祖先就是不孝 就是这样的一个话语就是迷思一直流传到现在 他们听到基督徒就有过去的迷思影响 所以他们就连禁都不禁 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去祭祖扫墓 不要怕不要缺席 反倒用正面的态度告诉我们的家人说 那就是基督徒的圣终追缘 饮水思念饮水思源 去找到生命当中的根 我们当瓜子的使剑 瓜子就是客家人说 亲民要去扫墓的一个说法 瓜子那些人都瓜子了 那这个时候也不一定要不用缺席 你就可以大方的用我们的那样的方式 有一个特家三里追思的一种方式 大方的跟他介绍 按照那个方法我本来不开你 提到基督徒有圣终追缘 有寻根究底的这样的心 有感恩的心 我觉得基督徒的生命 不要只是就去祭祖而已 平常就要向我们禁祖孝亲 就要孝顺父母 平常就要有好的见证 祝福美思言吟当圣子家 承担后来到老贤祖家水 许多的教会在清明节期 举办禁祖的活动 基督徒透过三里来追念祖先 到水里表示追念祖先制根源 就是人类的创造主上帝 献花里感谢神 让祖先留下美好的心 成为我们的榜样 点竹里 代表祖先曾在他们的世代 燃烧自己 留下光明给后代 今年采访团队也特别到了苗栗公馆 众教会一起在学校大礼堂 举办客家追思禁祖大会 传递基督教不是悖逆的宗教 当天现场有上百位的乡亲 带着自己的家族成员 一起来怀念往生者 我虽然不是基督徒 可是他们这个活动 我每年都有参加 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要写那个卡片的时候 我都会想到我先生 像他们基督教也有这样子的追思 那你要想去看你的亲人 也都OK啊 其实来台主 还是就要 将给这里出来 阴出来 装表 我们会鼓励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尽可能的做祖先这个世代传承表 来取代原来我们客家人的那个神主牌 当是我的师母的原家的原家的传承表 这是原培华二十四世 我们一直排他们是 他这个祖先是山东的 他也追溯到十二代 进一步的我们希望说 我们可以直接追溯到天父上帝 让上帝成为我们共同的祖先 我们也做了一个 这是我自己的瑜伽的世代的传承表 我们就从天父上帝 亚当 夏娃 罗亚 赞 这是我瑜伽的祖先 那我的儿子跟女儿 我想我们这个传承表做起来 更可以追溯到源头 所以听闻在祭祖的议题上 让苗栗地区的客家长辈 很难踏入教会 但看起来多年的耕耘 并不是无开花结果 一位78岁去年受洗的客家爷爷 也用自己的经历来带领家人 我是客家人 可不可以祭祖 我现在今天带我大嫂来了解一下 基督徒的禁祖大会是怎么样来的 要怎么样去祭祖 禁祖大会办了这么多年 2005年到今年 我觉得对于很多基督徒 跟特别他在家里 可能是唯一的信祖的人 他现在比较勇敢去面对 家庭禁祖的问题 不希望被传统的误解绑架 圣中追缘 隐随私缘 更不是非基督徒的专利 众教会其实应要透过一次次的节旗 更多地把基督信仰孝顺 追念祖先的本质 传递给相亲朋友 敬拜上帝纪念祖先 是基督徒圣中追缘的观念 而且圣经也教导我们 更要看重在世 孝顺父母的美德 除了锁定GoodTV频道之外 也欢迎您在网络上 关注Facebook GoodTV App Instagram 以及订阅GoodTV News YouTube频道 谢谢您收看好消息 过度瞭望 上帝私服您和您的家人 我们下周见